大家好 这几天做军事方面的栏目 恐怕引起的反响也还真不小 我看好多媒体在引用我的话 说中共没能力打台湾 我只是从我个人角度去 感觉是分析 中国现在要想打一仗 那明知一点 他们最佳的选择是南海 南中国海 印度和台海打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我谈谈我的看法 谈谈南海 那晚上呢 反应大部分还是比较积极的 尤其是军事爱好者 也是有过军与经历的 对军事比较懂的人 才可以 但也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 五毛啊 还是对军事一点一窍不同的人 他们呢 他们呢 没有在具体的军事方面呢 提出他们的看法 如果你提出你的看法 我们在一块商讨 可以 你什么都不提 开口就骂 对吧 对我平头愣住 我又不是来做自媒体来赚钱 我这是跟大家聊聊天而已 你不愿看 你就不看 没必要进行人身攻击 对吧 所以呢 我已经卡断了一些媒体对我的转播 我这个媒体希望大家 我讲的这些东西 以后你们有人转播 经过我同意 我现在也不让你们转播 没有意思 我面对的是老兵们 对军事发烧油 就是懂军事爱好军事的人 谈这些东西 你们不懂 我现在也不想让你们看 对吧 也许有些话出到了中共的痛处吧 我觉得也很正常 只是说 我开这个频道是跟大家讨论 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聊聊嘛 和老兵聊聊 谈谈军事啊 其他的我也谈不了什么东西 我也不想谈 对吧 每天早上呢 起床以后 用在这个上班前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到十点半才上班 上了班以后 也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些东西 这个早上这个空气又好 院子里的阳光也很好 和大家聊聊天 谈谈军事 谈谈 发烧友们 老兵们关心的一些军事方面问题 毕竟我在海外 有些东西比你们了解的清楚一点 我呢 也是当了几十年兵 对这方面呢 也很感兴趣 希望大家上一日的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我讲的不对的地方 或者你们提出你们的建议 人生公解 骂骂的没有意思 是吧 我也没得罪你 是吧 我两个无冤无仇 是吧 我跟共产党有仇 我跟你们都没有仇 是吧 今天开场 先讲一点 今天还是讲南沙问题 那我 因为在南海 长期在南海间的工作 我对南沙比较了解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命迹90 是1974年1月份 为了西沙之战 打西沙之战 从辽宁紧急转场到海南岛 当时转到这个临水乐东 主要是这两个 还有25团在临水 26团 27团在乐东 当时转过来的飞机呢 部队很多 一半以上都是空军 据 比我老的老兵们介绍 当时临水机场和乐东机场 都是住了一个室两室的空军 但没必要搞那么大 其实很多都没用上 因为当时的武器也不先进 很多都是好一点的飞机就尖6 大部分的像26团和27团都是 比斯 比斯知道吧 就是米克射5 也为了西沙之战过来的 这个西沙打完了以后呢 南海这边就没怎么打 因为74年呢 是越南南北南越和北越打仗 这个北越眼看就要胜利了 南越就要完蛋了 因为越南那时候已经撤走了 因为国内的这个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是很厉害 很厉害 美军就放弃了 美军就放弃了 所以北越就是 眼看着就要消灭这个南越了 中共就趁这个时候把西沙拿下来 为什么呢 真的要是北越胡志明胜利以后再去打西沙 恐怕面子上不过来 因为当时吧 西沙还是南越控制 就是趁这个在胡志明还没有拿下西沙的时候呢 中共先把西沙拿下来 这就以后就好说了 你不能跟胡志明打 西沙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讲大家也知道的 88年的3月14号 有314车瓜礁海诈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据我当时了解 中国好像要在南海建这个海洋观察帐 还是打着这个联合国的名义 要建这个海洋观察帐 就准备在这个礁上面呢 就是建 当时呢这个永守礁 华阳礁 车瓜礁 东门 南勋 主币 其实这是六个礁 这一块呢 在做什么呢 做那个工程兵上去以后造高脚屋 它都是礁啊 它的这个礁 礁是什么呢 礁是一展巢的时候它就没了 一落巢的时候呢 又露出礁石 当时呢 就在这个礁上面呢 树起根水泥柱子 在柱子上那个 在大房子 叫高脚屋 房子大好以后上面一个棚子 很苦 罗传队员上去以后 住住在上面又热 生活很苦 打着这个名义 去建海洋观察站 那越南方面肯定不让你见了 两个呢 双方就在这扯大 发生一些纠纷 314呢 就是在吃瓜礁上面呢 就发生了 对抗 当时是徒手对抗 中国呢 就是南海舰队呢 是这个 南海舰队是参谋长 是陈参谋长陈伟文 带了好像 三条护卫舰 我记得还是502 531 556 三条 这个印象很深 因为当时作战的时候呢 我就在临水机场 我们这个飞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中国方面呢是海军陆弹队上去 就在上面准备施工 上去了58个人 越南呢 来了一个登陆舰 两个武装渔船 也上去了40多人吧 40多少 我不记得 比我们人少 上去以后呢 就因为这个旗子 8旗子 我们插其他8 他旗子插上去后 我们8 双方就在扯淡 这个在争夺过程中呢 好像是对方的有一个枪走火 就打中了中方的一个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就覆山了打中了 然后呢这个 在海上的在这个礁的车华礁边上的这个 越南的登陆舰就向礁上射击了 这时候呢 中国的几条 护卫舰呢 就向这个 就向越南的这个三个 三个船开火了 一个是登陆舰 两个是武装渔船 在相持的过程中呢 这个相持的很长时间 不是说要动手 因为中方当时也有命令下来就是说 不先不打第一枪不先动手 但是不要示茹 双方在扯他 就跟现在这个 中印边界上这个形式一样的 双方好像都不 都没有开第一枪的这个打算 当时呢 争夺的很厉害的时候呢 这个海上指挥员是陈伟文 陈伟文嘛 陈伟文嘛 这是个不断的收到这个 军委 总参作战部的电报 就是 说实在他们 告诉这个海上编队就 不要动手 动手要汇报 动手以前要跟军委汇报 但是这个陈伟文 陈伟文 陈参谋长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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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他个性比较强 嗯 他告诉这个极要参谋啊 收到电报啊 把他压下来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动手枪打响以后 这个双方在交上争夺以后呢 呃 开火以后呢 陈伟文 陈伟文就指示这三手护卫舰 就向越南的登陆舰和武装鱼船开火 当场就打成了一 把两个渔船给打成了 这个 登陆舰呢 呃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531护卫舰打这个登陆舰 那打他没有问题 登陆舰上面没什么大火力啊 对吧 机枪啊一些简单的一些火炮啊 他哪有登陆舰厉害呢 哪有护卫舰厉害呢 就打啊 但是有意思的是 越南这个登陆舰没有达成 没有达成什么原因呢 是531上面这个主炮出故障了 就中国的531的护卫舰 他这个炮一响一震动以后 他的主炮出故障了 所以中国的这些武器不过关了 就这个就表现出来了 要当时要是主炮没有问题 那条登陆舰随便把打成了 中国的三条护卫舰 531502的时候 也就是1500多灯吧 小型的啊 那不像现在护卫舰都350000灯的 那都是1500多灯 但是人家这个 人家这个船单位小 武装机船在几百灯 登陆舰嘛也就 估计也跟差不多 跟我们的护卫舰排水量差不多 但是他的火力差远了 就发生这个事 所以他的这个登陆舰呢 就没有被打成 战斗打结束以后呢成为文 就就让机要向上面报告 战斗一结束 文件这个电报干收到 就是说他的就是说 我没有看到你电报 我我不是不执行你命令 我打完仗我才看到电报 因为他也就是这个这个电报 从转来转去的机要什么的 很麻烦的 收到以后再要溢出来是吧 有个过程的 那这个我说我作为指挥员 我现在经历全在打仗的过程中 因为海上对峙那么厉害 你说我就看电报 是吧 因为当时啊这个外交部啊 中国的外交部啊 跟军方的关系非常不好 外交部经常说意思什么话呢 说他们就是海军喜欢在外面认识 他要给海军擦屁股 所以他们呢就是 因为外交部嘛 跟那个中央领导关系好嘛 恶人先告状啊 说这个海军不听话 经常给他认识 那陈伟明也陈伟明也知道这个事 他不理他 打完了再说啊 我我电报没收到 我战斗结束了 就这么的 趁势在车瓜交海战的时候 趁势拿下了六个六个交 啊 永蜀华阳 包括车瓜 对吧 东门南巡猪碧 第一个作息拿下了六个 这是很大的胜利啊 就是中共呢就是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因为中美当时不想让海军打 陈伟明一国作息不理军委 他第一国作息把六个交都占领了 所以这六个交一占领以后 加上后面的这个美激交 这七个交填海造基地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七个基地 就是南海的七个基地 七个岛啊 人工人工岛 你包括现在在永蜀 这个 珠碧美激交三个机场 还有其他的一项市上面的一些军事设施 他的来人去脉是这样的 那个有意思的是 按照你陈伟文立功了吧 不错 邓小平也表扬他了 但是 像燕行一样的表扬他了 但后来陈伟文处境并不好 我记得陈伟文 当时是 于林基地参谋长是 88年314打完以后 88年 10月份不就授邪了吗 给他授了一个邪 少将 他副军嘛 授少将也正常嘛 他有战功嘛 他这个人不但这里战功 他在对台 跟台作战的时候 他也有战功 是少将按道理说实在的 像这么一个能战的一个很有个性的这么一个将军 军委应该很重视吧 这能打仗啊 但是降职了 也至少他没有生 把他调到了 我记得是调到了广州水明经济学院去当副院长 这个一个水明经济的副院长当然也是副军级了 但这个位置就差远了 所以从方面就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军委有这么个概念啊 这个人是个人才可以打仗 但是我不需要打仗的 我需要听话的 陈伟文不听话 告诉你不能打你还打 中国军队里面就这么个就这么个德行 对吧 这个军队用的是奴才 他不用人才 你将来在 你现在面临着这个南沙的作战 过去中国军队军人以前就都讲了 降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这么一个好将军最后弄到广州水明经济学院当副院长 然后就挂起来了 然后就退休了 在中国军队将军们 我后来就说现在如果再打仗很多将军们他不敢指挥 他不敢 陈伟文就在他胜战夺了 一股足血夺活了六个岛礁 应该是 是吧 大家公认的这么一个战斗英雄 这么一个有魄力的监军 最后完蛋了 你下部 你下部中共高级军官在指挥作战的时候 都是速手速脚 等你军委命令来以后战斗早结束了 特别是航空兵 航空兵战斗都是一分一秒计算 来个电报 来个指示 再打 早就黄花菜都凉了 这给中共军队他不是打仗的军队 他这个体制就不是打仗的军队 政治挂帅 听话 用楼才他不用人才 将来在国家民族遭到危难的时候 这一帮军人们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没有担当 有几个像陈伟文这样的人 有担当的人 把军委的电报压下来打 打完了再说 南沙 那回过头来再看 中共现在所面临的 就是最有 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这三个点 中印兵将 台海和南海 这个我讲的比较多了 最有可能是在南海作战 因为南海作战他有把握 其他的作战他没有把握 他也没必要 这只是我个人观点 就跟大家讨论创却 为什么 因为我呢 毕竟比大家掌握的资讯多一点 我的判断呢 很多网友也这么认为 比较靠谱一点 但这不要紧 每人都可以提出他自己的 方法 我们善意的去讨论 因为 这些战争 设计的是中华民族的未来 不是我们在这 讲故事 聊八卦 不是这样的 聊聊这个 给一些信息不透明的人 提个醒 提个建议 毕竟 中国的 外部的战争形势 已经到了很危机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就是 美国国务卿又提出了南海的一些东西 大家 国内的人都看不到 现在 其实美军一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南海 中共也在南海 做大量的准备 核潜艇基地 航母基地 最中国的南海舰队的实力 应该是 目前是三大舰队里面是最强的 这就说明了中共也在重视南海 简单聊聊吧 以后有什么特新情况我们再 再聊聊 谢谢大家